再一次 再一次 只想赶快离开 回到事发现场 就在台北市大安区 18号晚间10点多 这里晚上还是相当热闹 没想到女星与丈夫 吃过晚餐后发生冲突 当时女星事后也在脸书贴文 表示自己好像快死了 被残酷无形的病毒 连番攻击之后 两天头痛炸裂 胸孔剧透 这三年来 虽然确诊过两次 但是病症轻微 到底是何等可怕的 变种怪兽病毒 这字字句句似乎一有所指 不少网友在底下留言 赶快申请保护令 不要再被病毒欺负了 本件受害者 他可以提出 刑法上的伤害告示 但记得这个六个月失效 因为他是一个高速男论罪 假设你超过六个月 那就会编程不起诉 那另外也可以提出 家暴保护令 那保护令部分 是没有所谓失效的 但通常你假设 没有快速提出的话 你越后面 其实法官合法的机会就越低 在这女星事后发出声明 当天双方都没有控制好 酒精的摄取量 导致口角争执 情绪激动 但回到家 已经互相道歉 误会一场和平落幕 表示自己也没有受伤 谢谢大家的关心 法界人士提醒 如果不提高 相关单位不会强制介入 女星这回在街头痛哭 迎来微观 她的婚姻关系 也再次成为焦点 TVBS张志平李协 台湾这么多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